台湾灯会在桃园开幕以来备受好评 甚至被交通部评价为整体规划设计 以及营运管理最好的一次 为了鼓励民众留下璀璨灯会以及桃园之美 文化局特别举办了摄影以及微电影的针见比赛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创作参加 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奖金3万元 今年在桃园举办的台湾灯会 堪称史上灯区最广规模最大 同时创向多项创新的记录 为了能与民众互动将璀璨灯会 以及桃园之美透过民众创意展现出来 市府文化局特别举办了灯会影像针见比赛 我们这次台湾灯会在桃园 我们特别举办了摄影比赛 我们摄影比赛有分为两组 一组是微电影组 是用手机来拍摄 大家可以用手机就可以来拍摄 那有三分钟的限制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这个平面的摄影比赛的话 我们的胶件的尺寸是8乘以12的尺寸 那我们的截止日期是到4月8号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摄影的好手 以及我们的民众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比赛 除了往年常见的平面摄影组之外 由于现在手机影像拍摄非常方便 因此这一次特别增加了手机为电影组 让手机也能成为记录与说故事的最佳工具 那当然在这个平面作品的部分 跟这个微电影的部分呢 也有一个限制就是说 不能有这个加工以及后置的状态 那我们这次这个总奖金高达七万五千块 那第一名也有这个单一奖项 这个三万块的这样的一个奖金 那我们希望所有来欣赏我们桃园的这个灯会的 一个所有的民众跟我们的摄影好手 都可以为我们的桃园台湾灯会 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影像跟画面 台湾灯会影像证件比赛 收件日期从即日起到10月8号截止 平面摄影组和手机为电影组的金奖得奖者 将可以各获得三万元的奖金 影奖各两万元 同奖各一万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踊跃创作参加 报名详情请上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官网查询 桃园新闻 董玉飞采访报导 中文化not央主任 streng 园传战